新闻 今年2017年元旦的时候 北朝鲜的金正恩发表他的元旦的文告 他话说得很满 他说我们北朝鲜的洲际弹道飞弹 已经到了几乎成熟的阶段 打南韩打朝鲜半岛没有问题 打美国也是轻松容易的 当时他还说 有关于南韩总统普警惠的闺蜜们事件当中 本来就应该为此而下台负责 他呛了普警惠 我们来看到经过这几天 美国 南韩都回呛了 美国说很快 大概1月20号川普上任那一天 会立马马上的攻击北朝鲜 那南韩就说了 他们成立了特种部 拿的就是金正恩的头 我们要问国跟国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永远都只是隔空喊话 永远都只是按面子 打嘴炮 到后来什么事都不会做 还是说这一次真的三方 一定会因此有所动作呢 马上就要打北朝鲜真的吗 南韩政局乱糟糟 总统胡警惠被国会提起 韩河案目前停权中 亲信该政案如火如荼开审 此时却爆出南韩决定提前设立特种部队 讨号目标就是狙击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以斩首金正恩为目标的先人特种部队 其实是南韩军方在去年9月 金正恩政府实施第五次核事报后所发布的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其中的一环 主要针对北朝鲜如果发动挑衅行为并且爆发战事时 南韩军方的应对措施 不过新消息是特种部队将足足提前两年准备就绪 必要时南韩将与美国特种部队联合作战 曾参与执行追捕兵拉登的海豹特种部队 也将加入北朝鲜的斩首行动 但北朝鲜也不止一次把青瓦台当作军事演习的标的 一旦节前夕 平壤当局才透过国营媒体发布突袭青瓦台的演习画面 元旦过后就立即响应金正恩在元旦文告自主发展的号召 大批北朝鲜官员和民众五号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举办大型游行 以行动表达支持金正恩并表示将继续朝社会主义强国迈进 其实有时候搞不清楚国际政治的关系 1月1号的时候金正恩向下 今天1月6号经过6天美国跟南韩才回应 是不是其实美国跟南韩打从心底 他们也看不起金正恩觉得随便没在怕他 是这样吗 看不起金正恩是不至于 不过金正恩也好 他的父亲金正日也好 其实长期以来用这种武力威吓 放狠话的方式其实并不稀奇 好多次了 很多次 真正美韩在意的 这个注视的还是北韩的军事调动情况 这个日以继夜 卫星 电子侦察机 各式各样的情报征搜的管道 盯紧了北韩 如果说他的部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 这个异常的举动 这些几个重要的火箭基地 早就在这个24小时的这个密切的监视之下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状的话 那他们就基本认为这种 金正恩的这个话在于鼓舞士气 就听听就好 这个不必太过紧张 而且第二点就是说 现在因为韩国政经情势 相对来讲比较处于空窗期 这个总统现在面对宪法的争议 面对在这样的时候 这个要安定人心 不能让北韩在这个空窗期 有所蠢动 制造恐怖攻击也好 这种对设施的破坏 我想这一点 所以这个韩方表示说 如果你怎么样的话 我就会实施这个斩首行动 我想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最近你有特别提到过 金正恩这么讲的原因是 因为要跟国际社会要物资 因为冬天过了春天要来了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物资 基本上可能中国也会给 俄罗斯也会给 美国应该不会给吧 俄罗斯大概比较给的会少一点 因为俄罗斯现在算得很精 如果你没有拿钱 俄罗斯是不太想援助 中国会给吗 中国基本上一定会给 给多给少而已 中国长期来对北韩有两个态度 一个态度是认为说 北韩无论如何 它的存在有它的历史意义 同时在亚洲现在来讲 社会主义的盟邦伙伴越来越少 甚至连越南 它都在搞党内选举了 所以拉住北韩 基本上社会主义的阵营 不要这么快的就剩下中国 一个孤家寡人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看法 而且以前在中国的国力要援助北韩 基本上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 这个是援助派的说法 另外的人则认为 你不断地援助 可是就像一个无底洞 而且你援助不要紧 那个付出的金钱物资还是小事 你真的麻烦的是 你必须要对它的行为要负责任 不然的话你会遭到美国 或其他国家的压力 这一点来讲 对北京现在不太愿意接受 我干嘛多个这个包袱 如果援助他 他就安分守己 也就罢了 问题是他又不太安分守己 这一点北京是很在意的 所以现在来讲援助不援助 在中国内部都各有各的看法 而且很重要的是说 目前来讲 这个中国认为跟韩国 就是南韩的关系 重要性是不断地在上升 比如经济也好 贸易也好 投资也好 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贸易的金额 是中国跟北韩之间贸易金额的大概几百倍都有了 至少也是几十倍 所以这样子长期以来养着一个金正恩 在中国大陆内部是越来越得不到支持 特别是他如果采取什么这种贸然的举动的话 这个中方就变成说你又没办法管他 但是人家又觉得你要为他负责任 之前六方会谈 这个六个国家会谈 结果希望北韩不要发展核阻期就失败 这个中方对这个 这个是觉得是非常没有面子